钱上这方面咱们说明白 你的钱不用动 我那次喝差不多在一起了 我也没省事的事 我也不省事你说这个 我这人就是大连理 一般的事都不瞎省事 也不省事 你给我20万得了 我没有 要有就给你 不大连理 真是大连理 加油老来办 活着不孤单 满腹心里话 越聊越喜欢 潘大爷 今年75岁 退休金每月3200元 有房 我当兵的部队 五年零四个月 本身吧就爱干净 当兵部队就是 话语一字 就养成这个习惯了 所以说在生活上 你说屋里市里市外 或者这个吃东西 我都要求你 要你整洁点 熟这小厨房不大 但是熟这厨房 也收拾得非常干净 你这为啥都晒上了熟 是有灰 空气有灰 话说当兵毁三年 不当兵后毁一辈子 五年的居宇生涯 不仅让大爷养成了 爱干净的好习惯 还养成了节俭的生活方式 平时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就算水电都算一流 唯一让大爷花钱不眨眼的 就是买保健品 我爱好保健 那是那些保健的产品 去血栓的 去湿的 对身体健康 因为一个人活了 身体好了 他能活得有知有二 我就想身体好好的 健健康康 那些高高兴兴的 要尽量多活到一百年 大爷能不能活到一百 咱不能保证 但我保证把牙相上 多吃点好的肯定比吃保健品要强 大爷对于在找老伴大爷的要求也不高 就是要有双方身体好性格好 年轻点的老伴 大爷不就是想吃口的草吗 不用隔着猪八戒鞭子 找接口 都懂 根据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今年67岁 退休金每月1400元 有房子潮的吗 你好 你好 你是哪儿退的 我是小儿道的 小儿道 农村的 不是退休的 不是 没上过班 没退啥休 你是自己买的设保 现在一个月反正开点 而且也够花了 这个买点 这个买的 那个是设保有了 一千多块钱 对对一千两块钱 一宝都没有吗 没有 没有地宝有地宝还能看一宝 一宝都没有 一宝都没有呢 居民一宝有吧 就是那个交钱 看病那个 报销那个 有也报销 大妈是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三十来岁丈夫因病去世 一个人把两孩子拉着长大 不仅仅给儿子买了房结了婚 还自己买了个小房办了设保 绝对是个干政式的老太太 简单沟通哦 大妈是一脸猛圈 大爷却对大妈的感觉不错 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些邋遢 啥的都没丑着 没寻着 那你咋不丑 那你寻着啥了 没寻着 不知道没寻着 也没寻着 我就这样事儿糊了吧记得 真的 那一天真的可糊了 第一个性格就是这个 可能累啊 也不愿意熟 是可能的 你觉得他这屋子 手上也不太利索 一是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 就是啥巴说 我这事儿不扣得太细 完了 但是虽然说这个屋子看起来 没有你那么板正 但是它有一点好 啥事儿 他也不管心里 据他计较的也少 银没有学生美的 像这方面吧 我可以督导 对 逐渐养成 对 跟手人学什么银吧 对 大爷都是落实大几个人了 这习惯要是能改 还用得着你来督促吗 有费那花的时间 自己都整完了 我今年算贵的年75了 数牛的 75 67 差半岁 差两岁 我也不知道差几岁了 我家老头死的老头 他比我大不少 我都不寻思大不大多些 不寻思 那事儿都不寻思 就这人合适了就行了 这样大效能大 这回细看看熟吗 细看了 怎么样 还行 细看了也还是挺满意 行 通过了解 大妈各方面条件除了不太爱干净 条条都挺符合大爷的择偶标准 于是竹童子到豆腐 直说了 妹子你我相中啊 我也听得丑得也挺满意的 你丑着也挺满意的 长得不渴身是吧 不渴身 不是 渴身好看哈 这个事儿吧 你说咋的 岁大了 不用寻思那个 你说咋的 脑袋好使 我就喜欢也是脑袋好使 你觉得熟脑袋好使 嗯 你咋看出来熟脑袋好使的 你说说话嘛 说话唠嗑 他脑袋好使 说话一套套的 挺愿意 丑的挺崇拜的 张爱玲曾经说过 你人要崇拜才快乐 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 看来大爷大妈 离快乐生活不远了 但是快乐之前 老头表示要先把经济问题 给说明白 钱上这方面咱们说明白 你的钱不用动 我那是 那次和咱们都在一起了 我也没寻思的事儿 我也不寻思 你说这个 我这人就是大脸脸 一般的事儿都不瞎寻思 也不寻思 你给我20万得了 我没有 要有就给你 不大脸脸 真是大脸脸 就担当的 我都没寻思 你说 你都没寻思到这儿 数寻思到这儿了 是不是 这30多年了 没接触过这事儿 一下子有点懵是不是 发懵 不知道 他的人就是单纯 不像其他的 事儿这多 不图现 我不图现 我这心里 你难管咱们能过去 能活也能吃饭就行 看来这回大爷 算是捡得饱了 不仅年轻 更有劳保 关键还不图现 钱的问题谈妥后 大爷又提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现在咱俩成了愿意 是登记 还是不登记 就是给你提出这一个问题 那你说登 登不登 跟你说 那我不知道你啥想的 哎呀 我都行 咱愿意登就登 反不登就不登 我也不管了 哎呀 这有很大的关系 登记吧 它是一种国家承认的 法律承认的婚姻 不登记吧 所以大伙 大伙随时上伙 登记还是登记好 那有证啊 那大红证啊 到时候你想跑也跑不了了 不跑跑啥呀 那我们上次来乡辅来了吗 怕你奔跑嘛 你看一朵实在 登吗 登啊 我他说他登吗 我也不知道 鼠想登 啊 那就登呗 嗯 我也想登 因为啥呢 登了不就完事了吗 一切谈妥后 大爷主动邀请大妈 明天去家里认认门 没想到昨天已是过去 人也好 亲也罢 你不记得我 我也不认识你 刚才姨在门口说 说这个昨天介绍完 都忘了你姓啥叫啥了 那咱上个再介绍一遍吧 行吗 啊 姓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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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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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都忘了 你姓啥 我姓曹 姓曹什么 曹燕琴 曹燕琴 哎妈 这要是不登记 回头马路上都不认识了 在大爷家转了一圈 大妈有些自愧不如 这比我可强多了 你这整个挺好 替我这强 我也不愿意 意思是他熟悉的干净 嗯 别啊 大爷还想好好改造你呢 为了欢迎大妈的到来 潘大爷也是用心良苦 直接掏出自己压箱底的小微博 给大妈套上了 礼物发现不太怎么珍惜 就代表我这个 东大哥的一番心意 成也不成了一种爱慕的心意 爱慕的心意 就是北京 温暖我的心意 温暖你的心意 哈哈哈哈 别说 跟我姨这个地儿还挺配呢 这些微博是给他的一种温暖 虽然现在还没成 那人给我送过啊 我今天不管哪天老头儿给我送个北京呢 你不管送多送少 你给你送点人 那就是我感觉我就不少似的 再也没有接过这些东西 嗯 叔 爷爷 我是这么觉得 你们俩吧 既然说都有这个心思 然后我看对彼此也都挺正视的 那你俩就好好处 是不是 那俩好好处 好好处 我希望下次来华店的时候 能喝上你俩的喜酒 对不对 对对 我给你打电话 行 能不能喝上个烟 能 能啊 她说能就能 行 那俩好好处 这算是把大妈彻底套牢了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祝早日踏上婚姻的殿堂 开启幸福的夕阳之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